好,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3D的Mesh的部分 3D的Mesh的部分,我們包含兩個部分的Mesh 一個是做Tetra Mesh,一個是做Hexa Mesh 就是六面體的網格,一個是四面體的網格劃分,一個是六面體的網格劃分 這個Mesh裡面,我們會用到兩個工具,一個是Tetra Mesh 一個是Sally Map 好,那我們要做所謂的實體網格之前 首先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Sally的Geometry 就是實體的 實體的集合 實體的集合 那我們前面有提到過,這個實體的集合 在HMesh裡面怎麼判斷它是一個所謂實體集合 就是 你是一個封閉曲面構成的一個空間 其實在HMesh裡面,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實體 就算它沒有把它長成實體 但它只要是一個封閉曲面,其實理論上你就可以把它當成實體 好,這是所謂實體的部分 那 在長Tetra的時候 你的集合不一定要是實體 不一定要把它升成實體 可是你如果要長 六面體的網格 就是 那種 就是這個HESA的網格 就是這種 正立方體的話 你必須要用實體去長 必須要用實體去長 但是如果你是用TetraMesh的話 就是這種 角錐形的網格的話 它不需要是你的體積 你的體積不需要是實體 兩個有一點點差別 我們後面會提到 好,然後 這邊是回顧一下就是在 HMesh裡面 我們3D的Topology的顯示 就是 我們前面有提到 就是你如果實體跟面體的判斷的話 就是它的線動會稍微比較粗一點 再來就是你可以用Mask去MaskService來判斷說 它是不是一個實體 好,然後 你如果是實體的話 如果你對你的實體做分割 它其實會 比如說你中間切了一刀 它中間會有一個切割面 它會呈現是黃色的 的這個情況 好 所以大概一個實體就是長 這個樣子就是 它一樣是點線面編構成 然後你如果中間有partition的話 有切割的話 它會是一個黃色的面在中間 它會是連續的 把這兩個實體切割開來 呃... QSI這我就不提了 就是在HMesh裡面 其實有基本的功能可以建立這種 一些簡單的實體 就是圓球方塊 這當然沒什麼問題 但比較 複雜的幾何的話 是不建議在HM裡面建 就是用CAD那邊匯進來會比較好 但如果你只是要單純建立一些圓柱方塊 這在裡面建是沒有問題 好 那實體的話 呃... 我們在掌... 比如說掌六面體的時候 我們需要對實體去做適當的切割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用到這個Solid Edit Panel 去分割我們的實體 那Solid Edit Panel裡面包含了... 呃... 切割我的實體之外 也包含了Merge DETACH跟布林運算 如果你要對你的實體做一些加減 布林運算的話 它是在Solid Edit的這個Panel Solid Edit的這個Panel 這邊都是一樣 一樣 一樣在實體上面可以秀出你的FreeEdge 你的SharedEdge 然後你有Tjunction的Edge 都會秀出來 這個我們就可以不用看了 這是實體的部分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 實體 好 拍一個Model來看一下 好 像這個Model開進來齁 你可以其實很... 初步可以判斷它是一個面體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線稍微比較細一點 那你用Mask去看 Mask Service 這個面是可以被藏掉 你看它是空心的 所以它目前是面體 那你如果要長六面體網格 你需要把它變成實體 怎麼把它變成實體 就是到Geometry的Solid 這邊一個功能叫 Bounding Service 只要你是一個封閉的曲面 你任何... 點選中其中一個面 它會把連續的面都選起來 然後你可以直接Create 就可以把它變成實體 這時候它的線就比較粗一點 它是實體 那假設我現在要對實體做切割 比如說我們就透過這個SolidEdit的 Trim 比如說Trim with Plane 這是最常用的齁 那你可以 選中我要切割的實體 然後這邊比如說我以 歪走為法項的面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去把它切一刀 像這樣可以把它切開 切開的話它中間其實就 會是一個... 呃... 分割面 那周圍會呈現黃線 周圍會呈現黃線 因為它中間被切一刀 可是幾何還是連續的 呃... 那切開之後你也可以把幾何再加回來 齁... 在...一樣在SolidEdit裡面 我們有Merge的功能 你可以把...幾何再把它... Merge回來 把它切開的地方再Merge回來 OK OK 好 那...還有一個情況是 有時候我們有很多零件齁 是有很多個Solid 那我想要把它做布里運算 齁...那也OK 齁...比如說我把這個地方 我一樣把它切開 那我把它Detach一下 Detach就是把它分開啊齁...不要讓它是連續的 好...把它Detach掉了 好...這時候這兩塊Solid是獨立的 好...這兩個...這是一個Solid下面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好...你可以看它線段顏色不一樣 表示說目前的邊是沒...呃...是沒有共用的 它是分開的 那你可以用SolidEdit的布林齁...去把它... 加起來齁...把體積再加成一體 呃...這邊有一個Simple Simple就是A加B 你可以...直接選中A跟... B 好...把它Calculate 它就可以把它加回來 它就變成一塊體積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 喔...我兩個體積再加的時候 我希望加回來的時候 我中間的交界面要...分割面要保留下來 我不要讓它變成是一塊 如果你是用...呃...這個Unite的情況下 它加起來它體積就連成一塊了 中間就沒有分割面了 那如果我希望它相架的時候 交界面要留下來怎麼辦 你可以用Advanced 然後一樣我們這邊... 預設是使用...呃... Combined to all internal service 就是把所有的面都加... 就是中間面都加起來 那我們這邊可以選擇None 讓它這個中間交界面不要幫我們取消掉 那你在做...這個布林的時候 中間這個面它就會幫我們把它留下來 它一樣還是連續的體積 只是...中間的交界面會幫我們把它留下來 有時候我們在處理一些體積的時候 必須要把中間交界面留下來 方便我們去...應該說是...去給不同材料啦 因為有時候這一塊跟這一塊材料不一樣 那我...我希望它共結點嘛 所以...可是我...我需要把它加起來 可是我希望這一塊跟這一塊是獨立的 這時候我可以這樣子做 中間交界面保留下來 這邊是我們常用到的一些... 最集合的一些切割 比如說你可以用Plan 你可以用Line去切都可以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四面體網格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TetraMesh的這個功能 好 呃... TetraMesh這個功能 呃...就是它臨進到TetraMesh這個Panel 就是長這樣子 它其實主要有兩種方法來建立我的四面體網格 一種是傳統的TetraMesh 另外一種叫Valentetra 呃... 兩個有一點點差別 TetraMesh的話 你用這個方法的話是... 你必須要先鋪完表面的網格 表面的2D網格 再往裡面長屍體 這是... 這是... 這個... TetraMesh這個方法 你如果使用的是Valentetra 就是... 這個方法的話 它是不需要鋪表面網格的 等於它是一個全自動的模式 你只要選中那個體積或那個封閉的面 它就會自動幫你生成裡面實體的網格 它其實的邏輯也是先會先鋪表面的網格 然後... 再往裡面長實體 只不過它會自動幫你把表面網格刪掉 這是Valentetra 但Valentetra的控制 就相對比較少一點 就是它只能給Element Size的控制 然後給一些... 細部特徵的控制 就是它... 就是一個全自動的 那你如果用TetraMesh的話 就是比較手動的 因為你可以在... 2D的面網格上面 做一些手動的控制 好...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Valentetra這個方法的話 它有... 2個選項可以去做這個控制的部分 就是... 這邊有一個叫... Use Curvature 跟 Use Proximity 兩個選項的差異在哪邊 就是... 以這個開孔板件來看 你如果沒有使用任何Option做出來的網格 會是像這樣子 那你如果使用了Curvature的選項的話 它會在你有曲面的地方做局部加密 那你如果使用Proximity的話 它會在一些比較薄的特徵 就是... 呃... 尺寸比較薄的地方會做局部加密 那兩個選項可以同時考慮進來 所以... 右下角這張圖就是 當你... 同時考慮了Curvature跟Proximity的時候 它會在曲面加密 以及在一些比較... 呃... 細微的區域 比較薄的區域 也會做局部加密 那局部加密的程度 會根據你給的最小尺寸相關 就是說你在勾這個選項的時候 你會給一個... 允許的最小尺寸 那這個最小就是切到你給的那個最小尺寸 好... 那是... Volume Tetra 那... 另外一個就是... Tetra Mesh Tetra Mesh 它必須要有... Shear Mesh 就是你必須要是一個封閉的面網格 你必須要是一個enclose的Volume 這邊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的表面網格沒封閉 它不會讓你長實體網格進去了 要注意 如果你的表面網格沒封閉 你用這個Tetra Mesh在長的時候 它會... 它不讓你長實體網格 它會跟你說你的... 呃... shear Mesh沒有封閉 它會跟你說沒有封閉 這時候你就是要利用我們前面提到的... 呃... 的工具那個Edge 去檢查有沒有FreeEdge存在 哪邊有FreeEdge存在去把它修掉 把它弄成封閉 它才能夠往裡面去長... 呃... 實體的網格 那這個Tetra Mesh在長的時候 它是依據你表面網格的... 的那個... 三角網格的pattern 往裡面去長實體 所以... 一般來說你... 表面網格的... 呃... 的品質要控制得好 長進去的實體網格就... 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表面網格的品質控制得不好 長進去的實體網格通常也都會不好 因為... 它都會受... 受限於表面網格的品質的影響 因為特徵基本上都是在表面上 特徵基本上都在表面上 所以表面網格很重要 所以... 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 的... 3D的特徵 我們都建議... 呃... 會先建議你先鋪表面網格 先對你的pod的鋪表面網格 控制好之後... 再長實體網格 哦... 這樣可以確保你實體網格 長進去是ok的... 那你如果一些... 比較簡單的集合 沒什麼特徵的... 你可以用Volum Test法直接去長 大概不會有什麼太多問題 哦... 不會有什麼太多問題 好... 那... 這邊的話是... 我們在使用TetraMesh的時候 呃... 這邊有兩個選項 就是一個是Fix 一個是Float 哦... Fix的話就是... 呃... 它會依據你表面的... 假設你表面鋪三角... 三角面網... 啊... 應該說... 你表面如果是鋪... 呃... 三角面或者是四邊形的網格的話 Fix的話它就是會... 完全的依照你表面三角網格的Pattern 往裡面長進去 所以... 你長進去的實體網格的表面 會跟你的2D網格的表面是一致的 哦... 是不會動的 那... 那Float的意思是說 它會... 依據你... 表面網... 如果你表面網格... 是鋪的是三... 呃... 呃... 四邊形... 它會... 呃... 哪一邊的對角線切出來的三角面的品質比較好 它會自動去判斷 所以有可能你... 長進去的... 四面體的... 生成出來的四面體的表面 會跟你的Share表面會不太一樣 會對不起來 哦... 因為它會調整 哦... 兩種方法都可以 兩種方法都可以 哦... 基本上... 如果表面控制好的話 你可以直接選這個Fix的方法進去就可以了 就... 這個Float 哦... 所以我剛剛提到 就是這個Float 它會自動去判斷 你的這個對角線要怎麼切會比較好 如果你的表面是四邊形的面 哦... 表面是四邊形的面 哦... 哦... 那如果你要長這個TetraMesh 我不建議你表面鋪四邊形的面 哦... 不建議你表面鋪四邊形的面 因為你這樣子在做Element的Quality Check的時候 你會沒有辦法 呃... 檢查出 那個... 表面... 三角面表面的品質出來 所以如果你 確定裡面要長TetraElement 就是表面就鋪三角面 鋪三角形的網格 好 好... 然後... 呃... 這邊... 好... 呃... 這邊的話 這個選項主要是控制的 如果你表面是鋪的是四邊形的網格 好... 那往裡面長的時候 它在... 跟表面連接的這個第一層它的網格類型 要是長什麼樣子 哦... 要長什麼樣子 那預設字叫Simple... 呃... 就是... 這個叫做五面體的網格 就是它的第一層會長這種五面體的網格 會長進去會是五面體的網格 那你可以去做控制 就是可以讓它切成是... 如果你把它選成是Split Quartz to Tetra 就是它會幫你對切成... 呃... Tetra的Mesh 就是四面體的網格 那以一般... 這個是... 其實這是給流場用的 就是給那種... 嗯... 你要做流體分析的時候 邊界層是允許這種... 五角錐的形狀 那以一般我們做結構來說 你若是變形體的話 這種網格是不建議使用的 這種網格是不建議使用的 我建議... 就是你表面就是切三角面 長進去的網格都是Tetra 不要有這種網格 不要有這種網格 這種網格品質都不好 好... 對於結構來說 對於變形體來說 好... 好... 然後... 在TetraMesh裡面呢 還有一個Panel 叫TetraRemesh 就是做... 呃... 網格的... 從... 呃... 就是Tetra網格的重新劃分 重新劃分 應該不是重新... 就是Remesh Remesh 就是你... 你從既有已經畫出來的Mesh 你可能需要再把它做一些修正 可以做Remesh 呃... 不過這Remesh的效果 一般用起來其實好像也不是太好 因為如果你的... 比較差的網格是集中在表面的話 這Remesh原則上是... 它不會動到你 因為你... 你Panel基本上是Fix 所以基本上表面是不會動的 除非你允許它表面可以動 可是表面可以動 你那些特徵會跑掉 所以這Remesh其實... 呃... 對於... 裡面比較差的網格有用 可是對表面來說其實... 用處不太大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可以做局部細化 局部細化 這個局部細化的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邊一個Refine Box 去定義這個... 呃... 細化的... 呃... 呃... 邊界出來 然後告訴它這個... 這個套出來的區域要細化成多少 好... 這是Refine Box 然後還有一頁是TetraMesh的參數 就是... 基本上這是預設值啊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其他控制 你可以... 進來裡面做一些控制 比如說我可以設定一個最大TetraMesh的Size 因為我們在做TetraMesh的時候 其實Size是... 依據表面的Size長進去 它是固定的 那如果你希望限制說... 呃... 長進去的最大尺寸 不要大於多少 那你這邊可以給 那... 預設長的話 它是一個... 呃... Standard的模式 Standard的模式的話 它... 呃... 它會... 越往中心長 網格會越大 越往中心長 網格會越大 它會有一個過度 它會有一個過度 它會有一個過度長進去 那有其他的模式可以用 你可以要求說... 它長進去的尺寸 跟外面的尺寸 要一樣 不要越長越大 也是OK 也是OK 這邊可以選擇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選項 比如說你可以設定最小的 Minima的TetraElement Size 然後這邊還多了一個選項 就是... 可以設定層數 如果你是... 一些... 薄板件 但是薄板件你要建成Solid 建成實體 你要用Tetra去做的話 一般我們在厚度方向會有... Element層數的要求 比如說你用... 四面體去建的時候 因為你如果只切一層 尤其是... 板件在受Bending的時候 一層的Tetra它其實是很硬的 它的響應是很硬的 它是不接近實際的情況 所以一般像Bending的這種問題 你的... 你的板件如果會受Bending的話 你要切成實體的 至少你的... 厚度方向的層數... 元素的層數至少要三層到四層以上 你的... 做出來的Bending行為才會是準確的 才會是準確的 這是受限於Tetra元素的關係 受限於Tetra元素的關係 所以這邊可以控制層數 可以控制層數 就看你的問題 如果你的問題是要用... 實體去做駁板件的話 那你要注意厚度方向的層數要夠 厚度方向層數要夠 然後這是RefineBox 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你可以建立一個... 加密的區塊 一個Box 那這個Box你可以給... 坐標的方式去控制 或者是給None的方式去控制 然後還可以... 建立出來之後 還可以透過Morphin的功能去拉那個... Box的大小 好 然後另外這個是... Tetra Mesh的Optimization 好的工具 這個算是... 你可以對你已經建立出來的... Tetra Mesh去做優化 去優化它的網格品質 它有點類似把它做Remesh 有時候你... 跑出來的... 做出來的網格品質太差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Tetra Mesh 去... 讓它去... 再次的迭代計算出新的網格 好 那有些設定啊 比如說你可以... 嗯... Fix All的話是... 固定表面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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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優化裡面的... 網格 那如果有... 你如果... Check出來的... 這邊可以... 去修Fail的跟Check 如果檢查出來的... 比較差的品質是... 如果表面的話... 你如果選擇Fix的話... 它表面原則上還是不動 所以... 其實你那些比較差的網格 還是修不掉 還是修不掉 那你可能就要回去... 幾何那邊去改它的拓幅關係 去改它的拓幅關係 好... 我們來實際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0.4A... Valentator 看一下 這裡有點破面... 我們開一個改好的 0.4A... 看一下Final的... 0.4A... 你可以開一下 0.4A Final的... 我們把這個Mesh把它刪了... 好... 這個零件... 那... 假設說我對這個零件... 長Tesra Mesh的話... 就是到3D... Tesra Mesh... 好... 我們用Valentator先來試... 比如說我用Valentator 這是一個面體... 這是一個面體... 所以... 它... 它現在不是實體... 看一下... 它是... 它是一個面體... 中空的... OK... 中空的沒關係... 掌Tesra Mesh的話... 它是... 中空的沒關係... Valentator... 然後這邊我們把它切換成Service... 選中一個Service... 它會把封閉的面都選起來... 好... 我們給定一個Element Size... 比如說是... 然後... 這邊可以設定你的... 表面網格是用三角形去鋪... 然後3D的網格是Tesra... 然後我使用的是一階的元素... 然後... 預設是丟到Current Component... 就是現在... 你也可以讓它... 丟到Service Component... 就可以... Create Mesh... 其實它是一個... Auto的模式... 是全自動的... 好... 就長出來了... 左下角顯示有... 4000多個Node... 有... 13000多個元素... 被生成出來... 好... 那... 我現在給的是... 5mm Size... 所以它長出來的... 網格是均勻的尺寸... 好... 是均勻的尺寸... 好... 均勻的尺寸... 好... 那... 這個就是實體的... 你可以把它Mask起來看... 它就沒有表面的... 好... 不是實體的... 實體的...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把網格刪掉... 我們前面有提到... 就是... 我這邊有一個... Curvature跟... Proximity... 好... 你使用Curvature選項勾起來之後呢... 這邊要... 要你輸入... 你允許的... 最小尺寸的 Size... 好... 比如說... 我是0.8好了... 不動... 然後... 特征角度的判斷是... 30度預設... 好... 那我們... 這個Proximity... 也勾起來... 好... 有8萬多的元素產生... 你看元素變比較多... 原因是因為它會在... 有... 曲率的地方... 好像... 圓角... 加來比較密... 像這個圓角地方... 它在做局部加密... 還有... 圓孔... 圓孔也是有曲率的地方... 它會做... 局部的加密... 好... 做局部加密... 好... 那... 這些有曲率的地方... 你如果要... 讓它... 加的比較多... 或者是... 判斷的範圍... 可以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去控制這個... 特征角度... 你把角度調得越大... 它... 加密的區域就會越大... 加密的區域就會越大... 就是... 它會判斷說... 這些其實都是有曲面的... OK... 好... 這是... 這是用... Volume Tetra去長... 好... 那如果我要用... Tetra Mesh去長... 就是... 第一個方法去長的話... 我必須要先鋪面網格... 所以我就是到... 2D Auto Mesh... 我先去鋪... 面網格... Display... 給一個面網格是5... 三角面... Mesh... 先鋪一個面網格... 好... 鋪完面網格之後... 最好是檢查一下... 它有沒有封閉... 就是... Edges... Find Edge... 沒有Edge被找到... 表示說它是封閉的... 好... 這時候再到3D... Tetra Mesh... 選擇這個Tetra Mesh... 然後選擇這個Part... 然後... 我讓它丟到一個新的... component下面... 把... 把Mesh出來的實體元素... 丟到另外一個新的component下面... Mesh... 不要... 不要跟... 不要跟Share丟在一起... 到時候不好處理...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新的... 這個... Part... 然後... 掌完之後... 我們把它... Mask 起來看一下... 把這個... 集合關掉... 就會有實體跟Share... 那記得這個... Share這個... 這個Element要把它刪掉... ShareElement在算的時候... 要把它刪掉... 只留下實體的就好了... 只留下實體就好了... OK...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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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前面還有提到就是... 這邊有一個... TetraMesh的... Parameter... 這邊你可以去控制一些... 參數... 基本上... 如果沒有特殊的需求的話... 這邊可以不用動... 可以不用動... 就是預設... 然後... RefineBox就是你可以... 建立一個... 加密的... 嗯... 空間... 局部加密的空間... 比如說... 我隨便... 拉一個... Size... 比如說是... 銀點... Create... Rug is too small... 建立一個方塊在這裡... 然後... 它的尺寸是0.5... 然後... 你如果要用... 這個加密方塊的話... 到TetraMeshParameter這邊... 要把這個RefineBox給選進來... 它在做Mesh的時候才會引用... 然後... 我把這個元素... 刪掉... 這個先關掉... 這個都刪掉... 然後... 我有一個RefineBox在這裡... 然後... 你用... 去... 這邊都不選的話... 給個5... 看一下... 它就會局部的... 加密你框道的這個區域... 我剛設0.5... 所以... 很密... 它就會有框道的區域... 它就會... 幫你做局部加密... 就是這個... RefineBox... RefineBox... 有時候在一些... 你可能先算一個粗的... 那有時候在... 英力集中的位置... 你可能需要... 局部加密再算一次... 因為... 呃... 太粗的網格算出來的... 只是... 不太準確的... 你可能要... 再做局部加密... 然後再算一次... 那你可以用這個... RefineBox... 去框道... 框道那個位置... 然後直接... 加密那個區域的網格... 然後就行了... 好... 呃... 我們早上先上到這邊... 然後下午我們再... 再來提其他的部分... 就是... 我們再復習... 會再講一下這個... Tex 1 Mesh... 跟... 跟這個... HESA Mesh的部分... OK... 我們早上先上到這邊...